再来的话就是说 前面讲到的部分都差不多 不过这一题比较特殊的就是多了一个 这个资料 我们可以放在 一个阵列里面或者是取得了 如果说我们要取得的话 可以 后面的方式是直接塞 塞四个资料进去 或者是说呢 我们先建一个 空的一个阵列 然后利用什么 利用GateResource 的那个GateSwingArray的 方法去把它Gate进来 放到里面去 那为什么要产生一个阵列呢 因为我们这个ListerView跟Spin 这个元件 他一定要是一个Adapter 才可以把什么资料放进去 那他跟你要这个Adapter的部分 其实就是要三个 三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就是你的View的控制 Controller是谁 所以呢我们会用什么 会指定给告诉他说 你自己去 GateApplicationContext 他会自己去侦测说你现在的 画面控制器是谁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这边又会多一个 就是 Cont Cont就是总共有几笔 为什么 因为我要去 算一下哪些有打勾的 有打勾的话 就要输出 没有打勾就不输出 所以这个地方的关键 特别是因为 这地方如果没有这个Cont 恐怕 程式在RUN可能会有问题 那这个IntCount主要是 计算总比数 那总比数怎么怎么知道呢 其实可以从底下这边有个叫Adaptor.getCount的方法 就可以取得 这个可以记起来 因为这地方很重要 如果你将来要知道说 清单里面到底有几笔资料的话 你可以透过这个方法 去 Gate到我们现在的总比数 OK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前面的连结我想 应该没有问题 就是我们有个ListView跟一个Button 然后还有一个TextView 要显示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Boss 刚刚有 宣告一个空的阵列 我们要取得的方法 前面有讲过 就是用GateResource方法 把它取得 取得之后的话 那因为我要 ListView他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Adaptor给他 所以要 要建那个Adaptor 那建Adaptor的部分的话 我们用前面的那个New的方法 New一个ArrayAdaptor 那这个ArrayAdaptor里面 你要三个啦 第一个就是 你现在画面控制器是谁 你就打个List 或者你可以用选的嘛 不是最后我们后面可以有Get ApickingContext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你的View在哪里 那View部分的话 我这边是已经把它搬过来了 所以原则上如果你用预设那一个的话 应该是这边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Enjoy开头 然后点R 你就找那个 Enjoy Apicking 点R 点什么呢 再点 Layout 对不对 Layout底下的话 选一下就是有个Multiple的 点之后的话 你可以往上 然后倒过来选 我记得是在大概倒过来选的 倒数 第 一个 一个Multi的 一个是 这个 应该是倒数第 倒过来选的 12345 6 7 倒数第7个 这个MultipleChoice 有没有这个选项 选这个就对了 OK Multiple 这个 Choice 那这个选项之后的话 后面就是我们的View View有了 再来就是我们的 资料 就是M 所以MVC 刚好倒过来 CVM OK 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是 ListView 特别注意 这一行 你可以 如果说你在设计模式里面 已经有 设定的话 那就不用再加这一行 但是如果说 你没有去打勾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再增加 一个叫什么呢 叫 Set Choice Mode 就是Choice Mode 你可以去改变 那改变成什么呢 改变后面有个常数 叫做ListView 点 Choice Mode 等于Multiple 这个一定要加 如果你没有加的话 那就不能多选 特别重要 上面是View 是多选 下面的模式 也要是多选 那最后的话 记得就是什么 SetAdaptor 这个我想前面用蛮多 基本上前面所 所讲的就这三 就这 两 一个是取得资料 然后设定多行 SetAdaptor 最后的话呢 我们Count这个变数 取得总比数 那为什么要取得总比数 因为我要跑一个回圈 去判断说 到底user 哪些打勾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针对这个事件 当我按一下确定之后的话 我要去抓什么 抓目前的 有没有 按确定的吧 这个地方我要建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 去抓一下 里面 有没有 哪一些是打勾的 那我要怎么知道 里面有哪些有打勾呢 这边要做一个判断 那要跑一个回圈 回圈的总数就是 到哪一个呢 到这个Count的 总数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想事件建立前面讲蛮多的 底下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我先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select selecto这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里面 预设值是空的 那我 就是 透过这个地方判断 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我怎么知道说 到底 user有没有打勾 所以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回圈的范围 回圈范围的话 我们先从 0 初始值0 然后条件的话呢 就是 小于什么呢 这个p的值 是小于总数 OK 所以 0到 就是总共我们有4比嘛 所以是0到多少 抗的是4嘛 所以0到3 0到3的范围 我跑这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里面的话呢 怎么判断呢 特别注意哦 这个属性 很重要 就是 NV01 是不是被打勾的话 就从这个属性 It's Item checked 这个属性 那我就分别去检查 有没有 第1个没打勾 第2个打勾了 那打勾的话 做什么事呢 如果打勾的话呢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这个 Slayout 串接什么呢 串接 这个 Boss 那Boss是什么 Boss是阵列嘛 对不对 阵列里面呢 就上面了 当然 我们有几种写法 其实都一样 这个是0 篮球 这是1 2 3 所以呢 我们透过这样方式 有了有了有了 诶 所以后 比如说我这边呢 有两个是打勾的 就是足球跟棒球 那足球跟棒球打勾的话 最后怎么样 它会串一个什么 足球跟棒球 中间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空白 所以这边的话 我有加一个空白 OK 那最后要输出的话呢 就是 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是 就上面的 就是足球跟 足球跟棒球 所以输出结果的话 就会看到的结果是 类似像这样 OK 大概是这样 应该 这应该很 应该就很清楚了 OK 主要 特别注意就是 It's item check 这个属性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 另外我底下 因为担心说 那个testview 会被挡到 所以这边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 Learn dialogue 其实OK啦 跳出来 反正就是 我们要秀的结果 好在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画面 还给各位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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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